为人母亲哭到气不成声 照片中站在沙滩上开怀大笑的女孩 是她12岁的女儿 面对多年来的网络霸凌 选择亲身 家庭彻底破碎 澳洲政府可能出大招盈盈 澳洲通讯部长罗兰 周四在议会提出 线上安全法修正案 禁止16岁以下用户 使用社群媒体 并针对为采取年龄限制的社群公司 出以最高10亿台币的法金 尽管儿童父母同意 未满16岁就是不能申请社群账号 不服年龄的账号都将被注销 澳洲政府宣布将与一间 年龄检查认证公司合作 透过机构研发的身份验证系统 像是护照扫描器 生物辨识技术 还有年龄验证软体 严格落实社群用户限制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发文抨击 澳洲政府是用走后门的方式 控制人民上网 但这项修正案仍获得澳洲当地广泛支持 预计下周进入参议院投票 迪别新闻总和报道